为了报复丈夫出轨 女人手持一把小刀 悄悄伸进丈夫被窝 拔下她的裤头 想要将丈夫的宝贝割掉 裤裆的一丝良意 让丈夫惊醒 一脚将女人踢开 再晚一步 宝贝恐怕就保不住了 眼见斗不过丈夫 那就退而求其次 干掉儿子 让丈夫不能传宗接待 他偷偷潜入儿子房间 成其不备 手挤刀落 儿子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屋子 父亲听到叫声 顿感不妙 赶紧起身来到儿子房间查看情况 看到妻子手上的小刀 还有四件的鲜血 儿子捂着裤裆 在痛苦哀嚎 父亲瞬间明白了一切 伸手想要回儿子的宝贝 现在拿去医院说不定还能接上 然而妻子是铁了心报复丈夫 竟一口将宝贝塞进了嘴里 一番咀嚼 丈夫健壮 冲上去掐住妻子的脖子 将她压在身下 想要将她的嘴掰开 能抢救一点是一点 然而妻子想发疯了一样 直接咬住丈夫的手指 丈夫被疼得嗷嗷直觉 一巴掌扇在她的脸上 眼睁睁地看着妻子 把宝贝咽了下去